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政院长的观看 主席公司 tain ee 声音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席公司 tain ee 声音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死法师 诸位 菩萨 居士大德 大家早安 阿弥陀佛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 我们有烦恼 然后要怎样从有烦恼 很多烦恼 变成比较少烦恼 然后甚至没有烦恼的方法 有四个 清静善知识 听闻正法 如理作义 法随法行 这四个就是让你从 有很多烦恼 变成烦恼越来越少 甚至你可以完全没有烦恼的四个方法 我们上个星期讲到第一个 就是清静善知识 就是说善知识是一个有德行的人 他能够引导我们断恶 修善 修学佛法 乃至佛陀说 可以引导我们修行 到完全没有烦恼 就是所谓的得就近涅槃 这个是善知识的重要 然后哪些人可以成为善知识呢 当然最好是佛 可是佛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那佛跟佛当时的圣弟子都不在了 因为我们没有生在那个时代 那后来呢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辟之佛 就是自己证悟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所有的出家人 那我们也有说 为什么所有的出家人 可以作为善知识 可以作为大家来亲近 供养 来学习的对象 是因为这些出家人呢 能够依照佛的教法来修行 尊奉佛法僧戒 所以他是世间人的福田 可以种福 可以供养 第二个呢 这些出家人呢 可以帮助传播佛法 然后第三个 他为了传播佛法 如果有哪个地方需要 他就一定会尽量的去那边供法 乃至要舍掉他的生命 他都不会恐惧 所以说这一些声文弟子 也可以是我们的善知识 这是上个礼拜所说的 那我们这个星期要进入第二个主题 因为有四个嘛 第一个是亲近善知识 那亲近善知识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要听佛法 所以第二部分叫听闻正法 听闻正法有什么好处呢 什么叫正法 正法就是教你断恶修善 教你怎么样认知 这个世间的无常 一切无我 这个叫正法 那我们要常常去听 然后去思考 所以听闻正法 可以让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 对佛法僧戒的信心 那你听了这些佛法 有经过你的思考 认真的思考之后 你觉得它很有道理 你就会愿意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就会去持戒 持戒能够控制自己的烦恼 在一个范围之内呢 你会愿意再把这个法 再想要再多听 那你的听闻 正法的这一部分呢 闻的这部分 你会又增长了 增长了之后 你会知道 无我的道理 会越来越深刻的了解 这时候我们愿意布施 布施是什么呢 就是捐献 捐献什么 就是我平常都很舍不得 我自己的时间 我的东西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这时候我愿意舍 舍得 我愿意去利益别人 我愿意跟别人分享 所以布施 这时候你就会做到两个 达到两个目的 也就是说你的动机 一个就是 我要能够舍 第二个就是 我要能够利益别人 再来在你在这样的 不断的实践当中 那我们越来对佛法 越来越了解 那我的烦恼越来越少 那在佛教当中 所说的智慧就是 你的烦恼越来越少 你的智慧就会越来越高 所以听闻正法 能让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持戒 让我们听闻正法 让我们的布施 让我们的智慧 都会种种都会不断不断的增加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 听闻正法 还有五个利益 好处跟利益 其实是差不了多少 不过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这五种好处 这五种好处就是 我们常常去听闻正法 我们就会有第一个 你以前没听过的 你现在就可以听到 你以前不知道说 这世间是无常的 什么叫无常 就是它一直在变化 我们以前都认为 我是这样就是这样 是那样就是那样 这个世间就是 一直都是这么美好 可能会有这些错节 可是听了这个佛法之后 我知道这个世间 一直都是在变的 所以说你没有听过的 你现在听了 那可能你以前听了呢 可是因为你常常听 善知识从不同的角度 去解释这个东西 那你会对这个法更深入 你会把它记得更清楚 然后第三个 因为你更清楚了之后 你的你所知道的 你的见解就不会歪曲 不会偏邪 不会错误 然后第四个 当你对这些法 有疑问的时候 因为你常常听闻 常常去跟善知识请教 能够解答你的疑惑 那对于你的修行的路上呢 你就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没有疑惑 可以解决你的疑惑 然后第五个 就是比较深的法意 你就可以了解得更清楚 更明白 比如我们说 大家都有读诵金刚经嘛 金刚经里面是不是有一句话叫 众生 众生 极非众生 世民众生 刚开始我们可能不了解 为什么好像在绕迷宫 你都不知道怎么绕出来 为什么众生又不是众生 然后又是众生 像这样 如果我们自己不清楚不明白 自己去思维 你可能有时候会错觉 可是经过有善知识跟我们 告知我们 跟我们解释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大概来讲一下 众生 众生 即非众生 第一句话是在讲什么 一切法 都是无自信的 比如说 我们说 这个中观寺 是有实实在在的中观寺吗 没有吧 中观寺是因为有这个建筑物 有师父在这里 有佛像在这边 有大家来 所以这里叫做中观寺 可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了 也没有中观寺了 所以中观寺呢 是条件 很多条件组合而成的 它不是实实在在 不会变的一个叫做中观寺 这个叫做众生 众生 即非众生 是说这些都是条件所组成的 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又世民众生呢 因为它条件组合 条件都满足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有了嘛 中观寺就有了嘛 所以这个世民众生 可以说叫 世假民为众生 它不是实实在在 它是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中观寺 所以佛法就是一代 一代的传承 师父们也是从以前的师父们 所学习而来的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所学习的东西 也往后往下 往各个地方去把它传播出去 所以大家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去学习 所以听闻正法就有 第一个让我们信佛法生界 然后词界还有听闻 误师跟智慧都会增长 第二个它的好处就是 我们以前没听过的现在可以听到 然后以前听到的现在可以记得更清楚 第三个我的知见会越来越正确 第四个我对一些法会越来越没有怀疑 第五个我对法的了解会越来越深入 这就是五个功德 五个好处 那我们接着说第三个 听闻正法可以让我们的知见清静 我们刚刚是说正确 可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法 我们慢慢的越来越把错误的观念 把它纠正过来 可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正确 那这个就要不断的去实践 不断的去思考这个法 去看 去观察 然后去实践 这样会让我们的知见 我们的所知 所见 能够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没有错误 越来越没有杂质 怎么说呢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都知道 因 果 果报 我们常都说果报 有因就有果 我们就说你不施以后会得福 可是有的人就会看到说 那为什么我不施 我这辈子好像还不是很有福报这样 他就会对这个有怀疑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于这个因果业报的道理 还没有懂得很深入 他不知道说这个你种下的因 你要变成果的时候 这中间要有很多的时间 条件 才能让他成熟 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一辈子他会成熟 有时候可能是下辈子下下辈子 像他对这个三世因果 他就可能不是了解得这么清楚 那但是当你多听闻的时候 慢慢慢慢你这个因果业报的观念 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正确 所以这个叫做见清静 让我们知见越来越清静 第四个多闻 我们平常多闻就是说博学多闻 一般人都认为说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叫做多闻 对不对 好像博士这样你很博学 在佛教里面的多闻就不是这样定义 佛教里面的多闻是要多闻 无常无我 四圣地苦极灭道 我怎么样能够超越烦恼 这个才叫多闻 那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听闻到 这个无常无我 会像于就是把这些 让我们解脱的这些法 我们可以多听闻这个 第五个 我们对于听闻正法 要像喝母奶一样 不会嫌多 这个佛法呢 正法就像母奶一样 非常营养 会让我们健康 会让我们成长 所以我们对于听闻正法 不要嫌多 听闻正法是生生世世的事情 连阿罗汉完全没有烦恼之后 佛陀说法 他还是在那里听法 所以我们要像 我想喝母奶那种向往的心情 不离辱 就是不离开听闻正法 这样不断地去听闻正法 那就会让我们的法身 慧命 慧命就是我们的智慧 会越来越增长 胃而越健康 这是听闻正法 五个好处 再来 我们听闻正法之后 我们不是只是听 只是听它就是佛学 那只是当作你跟人家交谈的话题而已 那样对于你自己本身 没有什么利益 那我们要去思考 听了之后要去思考 它才会成为我们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思考 要正确的思考 要怎样叫做正确的思考 你所有看到的东西 你要常常思考 你要常常思维 它是无常的 无我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 是不会变的 你要做这样的思考 才叫做正思维 才叫做如理作义 然后我们要常常去思考 我的生命是怎样来的 我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烦恼 不快乐 痛苦 我要怎样让它消灭这些烦恼 不快乐跟痛苦 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 那我们还要可以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已经要灵命中了 我要亡生了 我有没有做什么让我会后悔的事情 我有没有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情 我对佛法 僧戒还有信心吗 我们要时常思考的是这几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常常思考这几件事情 就叫做如理作义 那我们最后一个就叫做法随法行 法随法行又叫做随法而行法 就是大家听闻到了佛法之后呢 那你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 我们要受持法 就是把这个法纳入在我的心中 好像你拿到一个东西 你要把它好好的找它掌握住这样 叫做受持法 那受持什么法呢 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法用来看我们 观察我们自己的身体 对于我们的精神层面 叫做色 受 想 行 事 对于我们的色身 还有我们的精神作用 这五个呢 五蕴呢 要让它慢慢的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五蕴 要不要执着 要离开执着 那这个呢 叫做受持法的第一个 就是要离开执着 对五蕴的执着 第二个 要受持四圣地 为什么呢 四圣地是说苦 疾 灭 灭 道 对不对 就是说我这个身体 我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生命呢 所显现出来的 它就是一个不圆满的象状 苦的象状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的苦是从哪里来 从烦恼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无名嘛 有错误的认知嘛 所以才会有烦恼 有烦恼才会去造业嘛 造业又要受苦嘛 所以苦即灭 那我怎么灭这个烦恼 要修道 所以我们要受持四圣地 这是第一个 叫做受持法 第二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法随法行的 一个就是 那你就要怎么样实行呢 我们应该要多读诵佛陀的教法 也就是经典 那我们要读诵经典 我们才能知道说 究竟佛陀在告诉我 怎么样的修行 什么样的这个内容 我应该要了解的 我要去解决我的问题的方法 是一些什么东西 那我自己读诵了之后呢 有因缘 有机会 我要讲解给别人听 为什么呢 当你在讲的时候 你也等于是 给自己复习一遍 那你自己也可以知道说 我好像有哪个地方 还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么的明白 那我可以去把这些 弄得更清楚明白 所以我们真正实践这个法 就是有第一个 你要受持 第二个就是要读诵 读诵呢 除了自己读诵 还可以为别人讲说 那你读诵的时候 也不是只读一部经 这样可能你所了解的就不够广泛 你应该多读不同的经典 从不同的经典 佛陀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一件事情 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就比较全面观 所以我们应该要多读不同的经典 第三个 你除了要去做 对不对 那你应该怎么做 要很精进 那什么叫做精进 当你真正了解到这个法 你会起了一种心 就是我要去实践 那你实践的方法呢 有的人就说 哦 我好不容易 现在才碰到佛法 我要很精进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要二十个小时用功 不然我来不及了 那这样会怎么样呢 佛陀说啊 如果你太精进 会造成你身体很疲累 你很容易就放弃了 不是放下 是放弃 如果你想说 哎呀 没关系啦 反正时间很多嘛 我就慢慢来 不要让自己太累 反正我有在学就好了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可能只发十分钟 或半小时 你就觉得 哦 够了够了 这样叫做 懒惰懈怠 不够精进 所以我们 不要在这两个极端当中 应该要去抓一个适当的 一个时间点 可是什么叫做适当呢 那这个就很重要啦 你要自己先去做做看 看你自己能掌握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 然后你在做当中有什么问题 你去跟善知识互相讨论 然后找出一个你最适合的时间来精进 而且你的精进要符合断恶修缮的目的 如果你的精进不符合断恶修缮也不叫精进 如果你的精进一天二十个小时 你是去跟别人比说 哎 我一天用功二十个小时 你用功几个小时 哦 半个小时啊 你太懈怠了 你是拿来跟别人比较的话 这也不叫精进 所以我们精进是要讲中道 那我们今天这四个主题算暂时讲完了 下个星期就实际讲戒定会 还有怎么修学了 好 那今天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